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2月18號早上9點 那 其實昨天我就有發現到測試服有個小東西改變 但是我不知道這是不是BUG 首先我們看一下測試服他現在的版本 他現在版本是1.32.02 那有一個小東西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跟VIP有關 其實這個鑑魚眼針對無課的玩家還是算是蠻怎麼講 蠻優惠的喔 因為這個角色的這個等級啊 應該說帳號的等級啊 帳號的等級會隨著掛網慢慢的提升 那我這一個帳號大概是創號了大概快 快35天左右 那35天我的進度是13-5 然後掛機啊 每天零零資源啊 然後已經79級了 那這個79級啊 每過10級就可以獲得一些VIP的那個經驗值 所以你 我現在還是無課吧 所以才會有這個手處禮包 那無課的話也可以慢慢的累積這個VIP的等級喔 所以我們看一下 現在VIP1是這樣子 然後 你的那個掛機的那個經驗呢 那個還有那個金幣啊 都會慢慢增加 然後VIP2是什麼 英雄上限 然後每日任務增加 然後戰鬥加速就是那個2倍數嘛 然後金幣經驗還可以增加 然後VIP3也是一樣 差不多這樣子 然後我現在是VIP4喔 然後沒有儲值也可以VIP4喔 比那個什麼廣告說輸入那個 這個兌換嘛 送VIP12好多了 OK 這個比較實在 然後金幣跟經驗值嘛 然後這些的 好 那VIP5是下一個喔 那也是一樣 增加這些東西 然後每日任務數量增加 好 那VIP6就是增加比較多的東西 第一個是公會BOSS挑戰 這個次數增加 這個很方便 然後第二個是 懸賞藍的那個團隊任務會增加 每日任務啊 他的那個獎勵其實都蠻優渥的 所以我也有推薦說 要課金的朋友可以 考慮課金那個訂閱制 一個月100塊 一個月100塊的話 主線傭兵可以多借一次 包含那個種族塔跟王座之塔 然後那個每日的這個團隊任務他也會增加一個 然後解鎖戰鬥場 進技場跳過戰鬥 我覺得這很方便喔 然後解鎖懸賞藍一鍵上陣 然後那個掃蕩 掃蕩 工會狩獵 我覺得這個真的快很多 那好 懸賞藍一鍵上陣是VIP6的這個 福利喔 那我們看一下 當時我在玩這個測試譜小號 有三個東西讓我覺得很 比較花時間 第一個就是這個 工會狩獵 工會狩獵這邊 戰鬥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直接 直接結算喔 所以就是比較麻煩 因為那個如果說你是VIP的話 這邊可以直接掃蕩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經濟場 那經濟場在打的時候 普通經濟場 打就是你要看完整個戰鬥你才知道結果 這也是我覺得比較稍微花一點時間 好 那第三個就是懸賞藍 懸賞藍 原本是沒有那個 一鍵派遣了 現在有了 一鍵上陣 哇 所以這樣就很方便喔 那我現在是VIP4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說 我突然有了這個功能 好有沒有這樣就快多了 至少可以節省我 我覺得1到2 1到2分鐘吧 每天節省1到2分鐘 好 所以我不知道說正式服會不會這個樣子 還是說這只是一個 一個小bug 好我們再看一下 剛剛那個功能是什麼 普通商船 鑽石禮包 然後特權 剛那個功能就是 VIP6的這個懸賞藍一鍵上陣 有沒有 可是我現在是VIP4 我現在是VIP4而已 然後就有這個功能 所以對我來說很方便 好 那希望這個不是bug喔 希望這是官方的優惠 那個無課玩家的福利 好 那介紹就到這邊 然後順便 今天已經是什麼獎 今天已經是耀光帝國的 然後我就來把那個小號的種族抽抽一下 然後我們就 抽完卡 然後就把這影片結束 沒有中 紫色的這個種族卡 我們就選 一樣選耀光帝國 不然我的那個角色還卡在金 上不了金家 哇光光好 算 OK 然後普通抽還可以抽個 至少40抽吧 看一下喔 每日任務結結 小號每天都有上線結那個 每日任務喔 然後競技場也會打 好 隨便打一場戰鬥結一下那個每日任務 還有那個王座之塔 不用打完 點一下就好了 好 這樣任務就結了 好 然後領完每日的任務 OK 然後我們看一下 10張了 10張了 然後再加上我現在有6800賺 所以說我還可以抽兩次鑽石抽 好 抽一下 小號的運氣如何 肥料也很實用 好 再10抽 好 沒中 應該要中了吧 保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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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張而已喔 哇 好像用不到 目前用不到 OK 好 影片就到這邊 然後這一次主要就是講說 解鎖欄 懸賞欄多了那個一鍵上陣喔 然後希望說這個不是BUG 希望說這個未來 這個功能能夠一直存在 然後我現在是VIP4而已 那懸賞欄一鍵上陣是VIP6的功能 但是在測試服VIP4就能使用了 OK 那影片介紹就到這邊 那如果說有什麼發現的話 歡迎留言討論 那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OK 拜拜 OK 拜拜 OK 拜拜